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宣布是在晴天的空袭当中杀死了纳斯鲁拉 在同一个时间点乙军还在继续空袭行动 尼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面的市郊地区 你看到多处都有传出这些滚滚浓烟 还会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 同个时间点在贝鲁特的国际机场 在空袭行动中现在还在一座 我们能看到有航班还在起降 同时乙军也发布视频说 乙军在当天早上再次对尼巴嫩多地 包括了东部的贝卡古地 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打击真主党的武器库 还有包括火箭弹的这些发射设施 另外在以色列的北部多地 在当天就拉响了防空警报 乙军说他们拦截了多枚 从尼巴嫩方向发射来的导弹 还有火箭弹 乙军方面有宣布 中央司令部征召了三个预备营 以加强防卫能力 中央司令部负责的范畴 就包括像是约旦河的西岸地区 以及耶路撒冷的防卫工作 乙军对尼巴嫩首都 贝鲁特南郊 发动自去年10月份以来的 最大规模的空袭 并且释放出 为展开地面行动 这样一个明确信号 更多观察 先来领先我们 助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 胡小宇的了解 小宇你好 乙军对尼巴嫩 真主党的总部 实施了这样一次的精确打击 并且宣称他们成功击杀了 领导人纳斯鲁拉 目前你在当地的掌握 以色列是如何来评价 这一次的军事行动 所取得成效 民众就是怎么样在反映的呢 因为目前发生的时间 是在就是昨天的晚上 就周五的晚上 周五周六是以色列的一个休息日 所以目前官方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 直到今天就是上午的时候 以色列军方才比较晚的承认了 就是确认纳斯鲁拉 在就是昨晚的空气当中 已经确认已经去世 因此的话呢 民间有很多的话呢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有表达出来 对于此事的一个喜悦的一个态势 但是的话呢 其他有很多人 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表态 因为现在就是处在安息日当中 有很多人并不使用 他们的电子设备 所以有很多人甚至还不太清楚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 而对于我们的观察的话呢 以色列对于此事 是颇有准备的 就是从周四晚上到周六 原本就既定了 在以色列北部 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军事演习 而从先前的一些演习当中 我们看到有两波演技 一个是地面部队 进入到黎巴嫩的南部作战 一个的话呢 是空军掩护地面部队前进 所以以色列的话呢 很有可能 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 已经有一定的预期管理 并且的话呢 以色列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意向 希望通过自己强硬的军事行动 来实现06年 没能够彻底执行的 就是联合国的17年2号决议 从而让就是黎巴嫩的南部 就立塔离合 到黎以边境之间 实现没有真主党活跃的 一个无军事化的一个区域 好的就请 以色列方面呢 恐怕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所以针对接下来 可能黎巴嫩的军事党 可能会进一步采取的报复行动 你认为以军方面呢 会有哪些的防御方法 以军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边境这边 它已经囤积了大量的部队 我们这边掌握到一个数据 应该是已经增兵到了超过4万 但实际的数量 很有可能就是比这更加之上 因为以色列军方有相当多的人 跟我们交流过之后 他们说其实他们观察到 除了黎巴嫩有真主党的势力以外 在叙利亚也有黎巴嫩的 就是真主党的势力 同时的话呢 叙利亚还有像是 胡塞武装和伊朗革命位队 他们在这次的就是 以哈战争以来 都是对以色列颇具敌意的一个存在 就是因此的话呢 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在之后的时间 不仅关注这里 黎巴嫩的真主党 同时还要去关注 在各个地区对以色列 颇有敌意的这些武装势力 后续的动向 那在反义的这个主要的 这个各个势力当中 只有伊朗是一个正规的国家 因此的话呢 伊朗很有可能会成为 在外交领域里面 对以色列首要发展的一个就是对手 因此的话呢 以色列的外交体系也做好了 就是与伊朗在外交的 就是各个平台当中 进行对峙的一个能力 我们观察到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点是 就是纳斯鲁拉之前 其实82年到92年之间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有多位其实最高领导人 大约有五位都是被以色列斩首 但是从92年到现在 大约30多年的时间里面 真主党并没有交换过领导人 那以色列这边的一些 就是军事分析专家认为呢 就是是出于某些战略的考量 有可能是为了防止 更激进的领导人上台 也有可能是觉得纳斯鲁拉在台上 对于以色列的 跟真主党的交流 可能会更加就是合理一些 因此的话呢 纳斯鲁拉30多年的一个执政 突然间的离世 那对于真主党整个管理体系的话 应该会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以色列一定是准备好 来与真主党 或是完全全面开战的一个准备 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好的 修卿 这样听下来呢 以色列的一个打击行动 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非常谢谢小宇 在以色列当地的最新观察和掌握 以军对尼巴嫩的真主党总部 实施了精确的打击 并且宣称 他们成功击杀了领袖拉斯鲁拉 六月四在纳斯鲁拉 他担任尼巴嫩的真主党领袖 32年 可以说和伊朗方面的关系密切 所以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反应的吗 马上您先祝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 宇瑞你好 秀琴你好 如果纳斯鲁拉真的 如以军方面所言 已经遭到的击杀 你认为接下来伊朗方面呢 可能会采取进步的报复行动吗 好的秀琴 首先呢声明一点呢 就是目前按照伊朗官方和 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说法呢 还没有确认纳斯鲁拉已经死亡 而且昨天的时候呢 伊朗国家电视台说呢 他们已经联系到了这个纳斯鲁拉 认为他现在非常的健康安全 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今天早上开始呢 我就看不到这样的新闻了 那么相对呢 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刚刚呢 发出一条消息呢 就是说在真主党发出正式声明之前 那么所有的新闻都是假新闻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纳斯鲁拉的死 还不能够确认 但是呢今天的消息呢是伊朗的议会 安全委员会 现在在召开紧急会议 在讨论黎巴林的局势 而伊朗总统贝泽西齐扬呢 他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来谴责以色列的暴行 但是他的声明当中 丝毫没有提到纳斯鲁拉 而伊朗的外战阿拉格西 现在的联合国发表讲话 谴责以色列的暴行 但是他也没有提到纳斯鲁拉 所以纳斯鲁拉现在失声是死 还是一个疑问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也联系了一些 伊朗的学者和分析人士 他们统一的都认为呢 这无疑呢是会让地区的局势更加的紧张 而伊朗呢不会直接介入冲突 那是因为伊朗呢 已经认识到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圈套 希望把伊朗呢淘下水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 伊朗的高层都已经达成共识 要有一定的战略定力 不能够直接参入冲突 但是呢伊朗呢会加大对于 自己盟友的帮助 也就是说如果纳斯鲁拉死亡 德侯啊消息致死的话 那么伊朗呢会联合 所有在地区的盟友 包括也能胡塞武装 还有叙利亚 伊拉克 珍珠党这些呢 抵抗组织一起向以色列发动进攻 但伊朗不会直接参入冲突 这是一些专家的看法 秀琴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现在伊朗方面还在确认 纳斯鲁拉是否已经死亡的一个消息 非常谢谢李锐在伊朗当地的最新观察 当前以色列和尼巴嫩珍珠党的冲突持续 伊朗军方高层27号做出回应 称会继续支持尼巴嫩珍珠党 随时来应对以色列的威胁 伊朗革命卫队副总司令法达维 27号在参加德黑兰之五大礼拜后 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罪犯 杀害加沙和黎巴嫩的民众 世界各国都必须反对这种犯罪行为 伊朗将继续站在抵抗阵线的后面 这是他们反对以色列 法达为表示将继续支持珍珠党 珍珠党有能力战胜以色列 法达为HPP美国在地区投入 大量资源来保卫以色列 让以色列继续发动战争 这些人必须认为 在各种犯罪行为 美国和英国和英国 英国和英国 法达为HPP美国 他们自身 国家人说 我们必须 他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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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卫视里面 这位纳斯鲁拉 他是在1992年开始 在担任黎巴嫩 真主党的领袖到现在 还反对以色列侵略 同时持续向以色列 在发动各种袭击 纳斯鲁拉被美国列为 是恐怖分子 并且不断遭到的制裁 纳斯鲁拉1960年 生于黎巴嫩贝鲁特郊区 他16岁时 前往伊拉克的 什叶派圣地纳杰夫 学习宗教 他于1982年 加入黎巴嫩真主党 1992年2月 当时的真主党领导人 穆萨维 在以军的空袭中 被炸身亡后 10年31岁的纳斯鲁拉 兼任真主党领导人 并担任真主党总书记至今 纳斯鲁拉曾公开表示 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 反对与以色列的任何和解 在纳斯鲁拉的领导下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持续袭击以色列目标 要将以色列占领军 赶出黎巴嫩南部 帮助难民早日返回家园 1995年1月 纳斯鲁拉被美国 列为恐怖分子 并不断遭到制裁 2018年5月16日 包括纳斯鲁拉在内的 黎巴嫩真主党10名领导人 以及四个分支机构 被沙特阿拉伯 列入恐怖主义名单 这使人的资产和银行账户 将被冻结 纳斯鲁拉的长子巴赫迪 在1997年9月 一次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丧生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方面说 他们击毙了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 纳斯鲁拉 黎巴嫩方面有何最新反应 来看我们特派当地采访的记者 发回来的报道 我们现在并没有听到 珍珠党的后续的反应 但是其实在黎巴嫩 有各种样的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 如果纳斯鲁拉成为了 最后一个被斩首的目标的话 那以军其实在这阶段 其实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 就是对于珍珠党的领导架构 进行彻底的摧毁 因为在纳斯鲁拉之前 已经有多名的 珍珠党的高级指挥官 已经身亡 那现在珍珠党其实呢 真正有作战指挥能力的人呢 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那珍珠党如果真的是 没有了这个领头羊的话呢 那最大的这个目标呢 应该是就指向了伊朗 所以黎巴嫩方面呢 包括一些珍珠党人 现在也在看伊朗下部动作 应该这是最关键的 但是呢我们在黎巴嫩 也看到说 很多人认为呢 其实纳斯鲁拉领导的珍珠党呢 其实从伊朗之间的关系呢 也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紧密 所以呢伊朗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 拿着纳斯鲁拉的身亡呢 来向 对这个以色列做出进一步的强硬的反击呢 其实很多人呢 是存在疑问的 最后很有可能的现阶段 以色列呢 在这个 斩首纳斯鲁拉之后呢 很可能就达到了这一个阶段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 以色列 没有实现 如果说以色列还会后续 再会有一些地面进攻的这种计划的话呢 那伊朗方面呢就很难坐视不理了 纳斯鲁拉在尼巴嫩珍珠党内部发挥核心作用 据称它和伊朗关系也十分明切 以色列多年来将它列为是头号目标 更多观察 我们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王靖先生 帮大家来点评分析 王先生你好 秀琴你好 现在呢 以色列方面宣称 纳斯鲁拉呢 已经遭到了击杀身亡 但是伊朗方面 现在还在确认这样一个消息 如果这消息成真的话 你怎么观察呢 对于接下来 尼巴嫩珍珠党会造成哪些方面冲击 怎么样从伊朗角度来看 这些亲密盟友屡屡遭到袭击呢 好的秀琴 首先来说呢 这一次哈萨纳斯鲁拉 如果遇袭身亡的事件为真 那必然会对珍珠党内部 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实际上在哈萨纳斯鲁拉 遇袭身亡之前 我们看在过去几个月当中 珍珠党的高层 实际上都屡屡被以色列的 所谓的定点清除 来这个所击杀 所以说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 已经广为流传的网上的一张图片 就是整个珍珠党的领导高层 基本上都已经 这个牺牲在了以色列的攻击之下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哈萨纳斯鲁拉再遭到一个 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 那么在以色列当前大兵压境的背景下 那很有可能会给珍珠党内部 或者说整个黎巴嫩内部的 这个政治局势都带来比较大的挑战 而且由于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需要在紧急状态下 推举新的相关的珍珠党的领导人 那珍珠党内部可能会有能力 来竞争这个新的 这种最高领袖的这些相关的人物 会需要在相关的 这个对抗态势上表现得更强硬 因此可能未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 也会愈演愈烈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伊朗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因为从今年8月份 伊朗新总统这个佩德西洋上台之后 我们已经看到伊朗的外交政策 变得非常的理性 非常的克制 不仅没有为之前在德黑兰 遇袭身亡的哈马斯的领导人 这个伊斯美尔哈尼亚报仇 而且呢也在很多公开场合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在联合国大会上 这个伊朗的总统 这个佩德西洋也明确表示 要和西方国家进行所谓的 这个建设性的沟通 所以实际上伊朗现在陷入到 一个两难的境界 就是从伊朗自己来说 可能国内的希望能够缓和地区形势 不愿意升级冲突的声浪会很大 但是从当前伊朗内部 或者说他所属的地区的阵营内部来看 那需要为哈萨诺卢拉的这个预期身亡 来做一些强硬性的表态 所以确实对于伊朗来说 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如何来决择需要伊朗国内各个 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 来最终做出这个相关的决定 秀琴 我们相信呢 如果纳斯卢拉真的死亡的话 一定会给以色列和尼巴嫩方面呢 带来一些重大的调整和变化 你认为接下来是否等同会加速 在推进伊礼战争的全面爆发吗 好的秀琴 我觉得冲突的全面爆发 基本已经不可避免 因为以色列一个已经完成了 战斗部队的季节 还有前线部队的展开 因为我们从今年9月份 大家如果关注以色列国内 希伯来文媒体的报道的话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以色列国内的军队 已经进入到了相关的战斗位置 和战斗区域 而且已经完成了战争急需升级 爆发的一些预备性的演练 所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冲突爆发会不可避免 另外一个从黎巴嫩珍珠党的 这一侧来看 在过去的大概几周当中 先是有通讯系统大规模爆炸 造成它中下层的指挥体系的 大样的骨干人员的伤亡 随后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以色列连续不断攻击黎巴嫩基因内 造成黎巴嫩珍珠党高层遇害身亡 包括这一次很可能出现的 黎巴嫩珍珠党最高领导人 哈桑纳斯·鲁拉的身亡 以及在过去几天以色列开始不断的 频繁出击黎巴嫩南部区域 包括贝鲁特南郊往南 整个黎巴嫩珍珠党控制区 实际上是造成了黎巴嫩珍珠党 它整个战争动员体系的 巨大的损耗 所以很有可能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全面攻击是已经溅在弦上 而对于黎巴嫩珍珠党来说 遭受这么大损失 如果不进行反击的话 很难在未来黎巴嫩国内政治斗争 政治派系 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 其他的所谓抵抗轴心成员当中 来重拾自己的颜面 所以从多方面来说 恐怕未来一段时间 冲突升级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全面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大的 秀琴 你刚才提到 以色列方面针对黎巴嫩珍珠党 辞世故的传呼机爆炸事件之后 现在又摸清楚了 他们主要领导人的一个行踪 以色列宣称他们成功的 击杀了纳斯鲁拉 也展示出了他们所谓的 情报渗透能力 这方面你有哪些观察吗 我觉得这种 可能会有很多人怀疑 说会不会黎巴嫩珍珠党当中 被色列情报机构进行渗透 或者说被 甚至说有些人认为说 那不仅是黎巴嫩珍珠党 包括伊朗 包括其他的地区的 所谓的抵抗轴心的组织成员 都被以色列渗透成筛子 我觉得这个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也反映出来了其他的问题 一个是以色列确实 对于黎巴嫩珍珠党 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 所谓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的 这个斗争当中 它的情报优势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以色列的情报优势不仅仅 我们现在想要情报 觉得好像人盯人 比如说搞特工破坏 实际上它是一整套的 一个情报体系 比如说有卫星 包括有数据监控 有信息传递的这种拦截 实际上以色列在这个方面 确实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在中东地区是拥有 比较大的整个的 代际优势和技术优势 是其他国家很难 包括其他的地区行为体 很难赶得上的 另外一个确实可能 以色列能够通过一些 其他的情报共享机制 比如说从美国的共享机制 或者说从其他的 欧洲国家的情报共享机制 能够比较及时准确地 掌握它所关心的一些组织 和人员的最新动向 所以说下手非常准 还有一个就确实 可能在一些基层 所以它所关注的组织内部 包括里巴尔征港内部 它会有一些相关的 情报人员和情报网络的渗透 包括这一次我们看 可能的这个 基辣纳斯鲁拉的背景 就是以色列的总理 利塔尼亚胡他仍然在 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会 但是他临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做出了这个电话的 这样的一个决议 那就说明前线已经提供了 非常及时快速的 最新情报更新 那可能就来不及 比如说召开日常的 比如说安全的 安全内阁的日常会议 或者说这个相关的紧急会议 由最高领导人 他来自己单独来决定 是不是要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 来做出决定 所以确实说明 以色列的情报的整个体系 他对于黎巴嫩珍珠党的观测 和对黎巴嫩珍珠党情况的沟通 是非常准确 非常及时的 也确实是着有成效的 秀琴 所以不管是一连串的 这样一个大范围的 一个空袭行动 以及你刚刚提到 这长呼机的一个 情报的一个渗透 还有一个爆炸事件的一个引爆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可以说 方方面都在加大 对黎巴嫩珍珠党 这样一个攻击态势 你如何来评价和分析 到底内塔尼亚胡 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目的 好的秀琴 实际上从内塔尼亚胡 现在来看 他的政治目标 就是为了建立一个 整个在未来 有利于以色列国家安全的 新的战略众生 因为在过去的 大概在去年10月7号 本文8月中处爆发之前 以色列的这个行动逻辑 或者整个地区的安全逻辑 是建立在通过 他所拥有的情报优势 来提前进行先发制员 或者说这个抢先手的这个攻击 来干预他所关注的 这些地区行为体 地区对手的这个行动 把他的行动节奏打乱 然后来获得自己的安全 比如说以色列在那个时候 可能更倾向于 比如说他某些武器装备 马上就要运到 这个尼巴尼支部长手中了 那他可能在叙利亚 进行打击 或在尼巴尼境内进行打击 让他拿不到相关的防空武器 比如说重要的装备 有些可能进行策划 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 互害行动 他会先把这个所谓的领导人 进行一个所谓的定点清除 通过这样的手段 来通过打乱对手的节奏 来获得自己的安全 但是去年的10月7号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之后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 以色列国内出现 一个很大的反思 就认为你传统的 这些情报不可靠 否则也不可能出现 哈马斯把以色列南部防线 短时间内打穿的情况 而我们没有得到 这个以色列方面 认为没有得到任何的预警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色列就倾向于转换 那就在未来 要建立更多的这个缓冲区 在当前来看 在加沙地带的北部 也就是以色列南部区域 要建立一个长的这个缓冲区 那么同样从过去的一段时间 以色列国内表态来看 也要在黎巴嫩北部 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 以南一直往南 一直到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线之间 建立一个由以色列掌控的 这个安全隔离区 或者安全停火区 以色列不信任在这个区域 布防的联合国部队 所以从当前情况来看 以色列未来它的地面军事行动 是必然会出现的 同样那么也必然会 以高烈度的程度 来建立一个深入到 黎巴嫩南内部的 有利于以色列安全的 这种由以色列掌控的 停火区域和管中区域 因此未来的冲突的 裂度和规模 恐怕会非常大 秀琴 所以当前的这样 整体的中东局势 是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动荡 你如何评价 接下来的走势发展 好的秀琴 确实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觉得中东形势 会非常的危险 一个以色列 现在它的权力 是在从黎巴嫩南政党 发动攻击 那一个就是 现在黎巴嫩南政党 它的实际上 它的这个组织架构 不仅是在黎巴嫩南部 而且从2011年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 中东局变爆发之后 黎巴嫩南政党 实际上是在出国作战的 它的很多的人员 和军事装备 是在叙利亚境内的 那也有可能就意味着 以色列需要把未来空袭 或者说这个远程打击的范围 进一步延伸到叙利亚境内 而叙利亚境内就意味着 可能有更多的行为体会 参与当中 第二个就是黎巴嫩南政党 它整个的地区影响力很大 不同于哈马斯 黎巴嫩南政党 在这个地区的 所谓抵抗轴心阵营内部 它的地位是很高的 甚至可以被列为 仅次于伊朗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如果说 当前哈萨纳斯鲁拉 被确认死亡 包括以色列 会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那即使伊朗不去直接介入 那可能野门的胡塞武装 也可能比如说 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 包括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 都会进入到 对以色列的攻击的 这个行动当中 所以说它的冲突的范围 会进一步的扩大 第三个呢 就是未来冲突的列度 仍然会进一步升级 我们刚才讲了 以色列 它为了地面部队 要进行这个 渗入到尼巴嫩南部 进行作战 它必然要扩大 这个攻击的这个列度 那同样 尼巴嫩的政党党 如果确认 它最高领导人 哈萨纳斯鲁拉阵亡 那也必然会展开 进一步的报复 所以说双方的 这个报复的列度 会进一步的这个升级 1996年或者2006年 或者说1982年 以色列不管哪一次入侵 哪一次入侵 尼巴嫩南部 都会导致尼巴嫩国内 数十万的难民产生 而且尼巴嫩本身 就是一个教派和族群关系 非常脆弱的国家 大量的人口迁徙 在短期内会导致 尼巴嫩国内 整个社会平衡的关系被打破 进而导致尼巴嫩国内的 整个政治的架构 被完全的颠覆 所以很有可能 未来会给尼巴嫩国内 以及尼巴嫩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造成比较大的社会经济压力 因此整个来说 整个当前的这个冲突形势 确实会变得非常危险 整个中东地区形势 也变得非常的脆弱 所以接下来 中东局势恐怕还会 持续的动荡下去 好 非常谢谢王庆先生 带来的分析和观察 美国总统拜登 在27号就对记者表示 关于已军队尼巴嫩的空袭 美国并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 联合国安理会 27号就召开了 中东问题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就在会议上表示 当前离异局势令人担忧 中方反对一些 滥用于武力的行动 更谴责一些商级 无辜平民的行动 敦促有关方面 要立即采取措施 防止局势的恶化 27日联合国安理会 在阿拉伯国家的要求下 召开有关中东问题的 高级别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会议上表示 巴以冲突延宕 人道危机前所未有 面对困难挑战 国际社会不能置身事外 王毅对黎巴嫩 以色列局势升温 也表达了担忧 他强调中方反对 一切滥用武力的行为 谴责一切 商级无辜平民的行动 王毅提出四点主张 他表示 战争冲突不能持续 必须立即实现全面停火 巴人制巴不能背离 必须携手推进战后治理 公道正义不能缺席 必须尽快激活两国方案 国际支持不能缺位 必须维护中东和平 他也表示 中国从不用中东问题谋求私立 中国从不干涉中东国家的内政 从不在中东地区 圈化势力范围 从不利用热点问题 谋求地缘私立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支持中东国家实现稳定 繁荣 帮助中东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2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抵达联合国进行一般性辩论的发言 在他抵达联大厅的时候现场是响起一片的嘘声 更有大批的代表直接离席表示抗议 联大厅内几乎空了一半以上的座位 而此前国际刑事法院也曾经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实施逮捕令 而美国白宫则回应称实行逮捕这是一个荒谬的行为 峰河卫视陈一坚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表示 加沙地区全面开战的后果不堪设想 必须要立即停火并且要无条件释放所有的人知 而中东国家要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要想方设法阻止加沙 还有宁巴嫩的战况升级 以免中东地区陷入到深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警告 加沙全面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他又说里巴嫩战争可能导致进一步升级 而且涉及外部势力 他表明完全支持临时停火的提议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会议前表示 加沙和黎巴嫩都应该停火 这样才可以促使地区和平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无视巴勒斯坦建国的前景 并正在违及中东和平协议 费萨尔又批评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言 对巴勒斯坦的提议只字不提 显然没有正式问题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乔务大臣萨法迪则强调 必须阻止内塔尼亚胡把冲突推向全面战争 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 维护和平 阻止战况升级 否则整个中东地区就会陷入深渊 整个地区包括以色列的未来都将受到损害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中东正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 他谴责以色列轰炸贝鲁特 并且强调 俄罗斯致力于执行安理会决议 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正式宣布 尼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卢拉在空袭中死亡 对此目前尼巴嫩方向尚未有正式的回应 而根据尼巴嫩消息人士就指 自周五起 伊朗就已经和纳斯卢拉失去了联系 在另一方面 以军方面说 部队正在高度戒备 为可能的更大规模升级要做好准备 所以中东战局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到 怎样一个局面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跟进报道 以上就是有关于 以军声称他们击毙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卢拉的突发事件直播